题目叫倍数判断 那应该是很简单的数学 就是到底你输入的值是不是比如说3跟5的倍数 其实是不是3或者是不是5的倍数 很简单嘛 能不能被它整除嘛 能不能被它整除的话还记得吧 我们之前有一个运算值 百分比还记得吧 有没有 求余数嘛 如果余数为0 那不就是被整除了吗 那跟好像前面有一题那个值数判断有点类似啊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意思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它输入 底下的话输入是55 那所以输出的话就是 55是那个什么呢 这个一个倍数 multiple of 5 就是说是5的倍数的意思 OK 然后呢下面这个方案是36 36是3的倍数 有没有 那92的话呢 是 呃什么 他还不是的 所以他基本上逻辑有可能有 是5的 是3的 然后呢 nats nats的话就不是 不是3也不是5的倍数 另外还有一个逻辑什么 15的话是3 而且是5的倍数 所以他逻辑判断 这边有列出来至少是4种 所以4种的话前面也讲过嘛 if 第1种逻辑 然后呢第2种逻辑 第3第4 对啊所以4种逻辑把它列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我们要做的 那中间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以先从什么 就是能不能被整除 那所以呢可以先判断什么 也许可以先判断 呃是能够被3 and 5 3跟5都能够整除的话 那就是可以列哪一个 列这个 15的这个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列5 再来列3 然后再来通通不是的话就else 除此之外 所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的程式该如何撰写 所以应该大家应该脑袋里面有浮现之前有写过的东西啦 只是说呢这边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把那个程式 比较完整有结构性的写出来 那我大概demo一下 大概这个就是我们写出来的结果啦 所以呢基本上吼 会有哪些地方 我把这个题目放下面吼 类似像这样 然后呢我就 上面说明我好像也没什么太特殊的 大概就是输入判断而已吼 它也没有小数点位置的问 判断是否是3或5的倍数而已吼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我们程式 撰写的方法呢第一个 一样吼 用那个input input的话就是 一样转那个evo然后丢给一个变数叫a好了 那这样这个变数以后不一定叫a啦 你叫别的也没关系 那我们大概会有几种逻辑 if第一个的话我刚讲过 如果它能够被3整除的话 对不对啊如果能够被3而且5整除的话 那写的方法呢如果a能够什么呢 除以多少所以除以多少的变数除以3的余数哦 如果为0整除的话就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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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是两个等于0 后面的话而且and能够被5整除的话 那能够被5整除的话很简单其实我的习惯是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改成5就好了也就是能够被3 而且能够被5两个都能够整除的话 记得后面要加一个冒号 然后enter的话呢就print了 然后a这个的结果它是什么 所以特别说底下print后面呢是3和5的倍数呢 那如果你不会print的话啦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参考这个底下的 像我一般基本上就拿这个哪一个 15的这个地方 那它的结构一定是什么 15 空一格 4 所以后面这一串有没有 前面是一个变数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变数拿过来 那你就加一个a就可以了 后面呢当然呢 以前的写法是串接一个空白 再串接后面东西啦 所以但是呢这边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把豆点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假设用串接的话 你必须先把a先转型 有没有转str刮弧 如果说你不想转型 直接串的话你可以用豆点 但是豆点的话 它会多一个空白 就是你资料跟这个 第一个资料跟第二个资料 中间会多一个空白 那我后面东西的话 我就直接双引号 那就是说知道说 这个15后面会自动多 也就是输出会是15空白 那我后面的话就把 这一串 is multiple of 三跟五这一串 直接就把它打在这个算号里面 那因为这边有的复制 所以我就复制 那考试的时候记得 是不能复制的 没得复制 所以你要自己打 ok 这样的话我们这就会出现的 特别注意将来a你就不用转型了 所以如果是15的话 它就执行这里 那后面的话记得就是 豆点本身就会带一个空白 所以你这个地方会变成说15空白 然后呢is multiple of这一串 ok 那一样的道理 再来的话我们第一个 a和五两个都 这个是倍数的话就找到了 那再来alif 所以后面的这个部分的程式 我们就怎么写呢 其实你可以的 假设后面都没有 你前面讲过 其实你可以拿上面的 Ctrl C 然后把它贴一下 那贴上之后的话 前面加一个el 有没有 alif 那我们就先给什么 用三的好了 ok 所以and的就不用了 那底下后面的话就是 and print a 4 is multiple of 怎么啦 我看一下 格式的话跟这个一模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就把这个什么and五这个 这个delete掉 留下 这个后面那个 据点就可以了 ok ok ok了 然后再来什么 再一个 把这个什么 Ctrl C 再贴一下 然后enter 把它贴一个一模一样的 然后把它改 再来就是3之后就5了 5然后呢就把这边改成 这个是5的倍数 好 然后呢最后的话呢 就什么都做完了 没有了 那就打一个什么 else else 冒号 然后enter 然后print的话呢 那就跟他讲说不是 所以你可以print拿这个来改就可以了 把这个 复制过来 上面这些 只是多 币子纳扯 多一个什么 纳扯就可以了 有没有 因为你3 两个没有 不是 3跟5也都不是 个别都不是 所以最后的话呢 那就 就他 这个输入的值 就都不是3跟5的倍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 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 我们就可以run run看 所以底下的话把它执行 那你就可以try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什么 题目有给我们相关的范例吧 那照这个范例打打看 如果ok的话 基本上 89不离死 55 enter 对 55是5的倍数 没错 然后再来的话 36 36 36是3的 那再来就输入92 92都不是哦 对 is not ok 那如果输入15的话 那应该两个都是 所以 is 对 3跟5 所以理论上 根据 他给我们的这个输入 输出结果都没错 那表示应该也都没有错了 所以你要不要 程式我想 看起来好像比刚刚的多了 但实际上都是贴的啦 你们其实只要写两行 其他贴贴贴贴 改改改 比较好 所以真的啦 大概掌握药诀 我觉得逻辑判断并不难写 而且也 也就不是那么困难 只是可能你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个百分比符号 还有等于0 这个我看有些同学平常如果没有特别去记的话 可能会容易忘 这个意思主要是说能够被什么数字整除的话 ok 整除的话等于0 如果说以后会有别的逻辑 比如说除完之后的余数是多少 余数是多少的话 那就是把0改成余数是多少 比如说除完之后余2 那你就把这个2写上去 那以后除完余2的那些数字就会被你抓到了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记得城市里面常常都遇到 比如要判断说哪些拿几笔资料 可能那个像资料库的资料都有固定的位置 那比如说我可能要跳几个跳几个 做那些事的话 都会用类似的原理原则去抓资料 比如说哪些笔数资料3的话 比如说间隔几个要3 有没有 可以用那个求余数 然后去这样换算 就可以把这些全部资料 你要3的就把它删除掉 ok 所以我印象中这个用到的机会其实还蛮大的 ok 所以建议各位可以把它熟练 ok 那其实 像我是尽量就是我把 我会特别讲的都是我觉得我以前 曾经我工作上用到的契约很大 我就尽量跟各位做这个提示吧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 ok 这个下面 ok 好 好 那试一下202的部分 好 那如果这一题 其实这一题主要是考你那个 多重的逻辑判断 多重逻辑判断 熟不熟练 另外 其实说真的 因为我教的程式语言应该超过10种 我觉得写来写去都差不了多少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你最好可以把那个 像Excel里面的VBA 也是可以把它改写 我之前有分享那个案例嘛 两边可以互相做转换的 其实概念也都是一样 如果两边你都可以切换的话 我是觉得以后 变成说你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至少就是你不会受限于说 你一定要用哪个工具才能把那件事情完成 所以尽量学习反正就是活学活用 不是说只是说你只是其一 那就是只会一个工具 其他工具就不会了 这样的话其实问题就很大了 因为其实工作上没有说一定只能说 一定只能只能用哪一个 你当然要挑 要不就是说是你来挑 要不然是客户来挑 要不然是老板来挑 如果不同工具 你也都可以把事情做完的话 那相对当然你去相对工作上 就没有什么困难的点了 那如果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还可以再看一下那个 204 刚刚是倍数 现在是算数运算 算数运算 我觉得真的又可以验证 这出题命题委员里面 一定有数学老师 什么 这考这种东西 OK 我找也无法了 无法 因为这些都是算是程式的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观念 后面的话就算数运算 也就是如果当你输入 他这边要输入什么 输入加减乘除这些 这个是二零二期的这个 二零二的倍数判断 这边有什么 这个是很好的 这边是二零二的倍数 那么再来 这边都是本身的 我可以做到的 但是这边是一样 这边的 这边是一样的